博多武艺术 我就称呼你俗兰好吗 好没问题 俗兰现在是 我刚刚看这个文字上是讲 雅布苏卡嫩 居家护理所创办人 这个怎么念 雅布苏卡嫩 雅布苏卡嫩 那什么意思 没有饭吃的人 没有饭吃的人 你的居家护理所 没有饭吃的人 那我不敢去住 这个跟传统文化非常有关系 因为帮我取的名字 这个老人家是我照顾过的 其实雅布苏卡嫩 就是没有饭吃的意思 就是表示说你的饭远远不断 但因为达物就是 坚信恶灵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所以如果你凡事都很高傲 比如说你很有饭吃 你很聪明 老人家会很担心说 这样取账的名字太过于高傲 反而会招来不好的运账 所以他们用反向之意 来祝福你这样子 我小时候啊 像也有听到我一个邻居阿公 他叫做起食 就是叫起食啊 有的叫做什么 什么 肉的啊 很丑的意思 好像说这样的话 比较不会被忌妒 对没错 一样的差不多的观念 这样的观念 所以是没有的吃 可是其实就是食物源源不断 那你本身是达物族人吗 我是土生土长的达物族人 对 百分之百 我去那个蓝宇啊 我都只知道什么飞鱼啊 还有那个船有没有 很漂亮 白色红色啊 对 你就达物族来讲 还有跳那个头发舞 嗯 那个就 就这个感觉了解的很 很表面 那 你本身是 因为你要在台北念书 念了护理又回去 你觉得在达物族 因为包括说 你要去创这个 等于照护老人家 的护理所 就是这个概念 是不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嗯 其实在文化的部分 因为随着现代 就是 年轻人都到台湾本岛工作了 其实有些年轻人已经 不会再顺着 这样的一个文化来走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照护的那个对象 大部分都是比较年长的 所以这些年长的 他们还是依照传统文化 那对于长辈来讲 他们对于疾病的认知 是这样 只要跟疾病死亡有关的 这些人事物啊 都 就是我们达物的老人都会认为 那是不好的运 所以生了重病 特别是有人过世 这一件事情可能就会 不会 就是除了家人之外 是不太会去接触的 这样子 所以一直到现在 有些家庭还是比较传统 或者是他还是会觉得这个部分是必须被坚持的 因为从过去的文化就一直代代相传 所以这个部分 中老年以上 他们会比较会坚守这样的一个文化 但是现在年轻人都已经改变了 这样子 我感觉上好像会变得比较不好照顾 就是其实他们也会有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在过去兰语的 在过去的那个就是时代 就是没有科学跟这个医学的观念 那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就是这样生病 或者是去探访这个病人 然后回来之后就被感染 甚至可能就会过世 像现在的COVID-19有没有 就是如果这个是在早期过去发生的话 他们会不理解 为什么我去探访这个人 然后回来之后我就生病了 我的家人也生病了 甚至走掉了 所以在当时有限的知识 跟没有科学医疗的概念的情况之下 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就这样子离开 他们就会觉得说 原来我去探望生病的人 是会招来厄运 所以他们就会 就是在早期老人家就会觉得说 好像去看生病重病的人 就是是不好的 所以就一直传到现在 除了自家亲朋好友之外 我跟你背亲背故 其实基本来讲就不会特别去探望 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 就一直代代相传 一直到现在 就把那个 可是传染 感染到 然后生病 然后甚至死亡 就感觉这些好像是恶灵相关的 有一点把他 因为这样比较抽象 可是如果是这样 我们不想要去谈死 然后讲成是恶灵 所以说反而老人家已经生病了 然后呢为了不要 这个好像影响小孩子 他还会 故意去跟小孩子 跟子女 分开住 好 那如果需要照顾呢 是 就是 儿子照顾爸爸 女儿照顾妈妈 还要同性别子女照顾 我这感觉也蛮保守的 其实基本上就是 因为老人家 好 我先讲那个 就是有关于恶灵的这个层面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老人家 他们也会认为自己靠近死亡 也靠近疾病 那因为在早期 兰嶼的食物 然后又是劳动的一个社会 比如说 就是要耕种啊 种地瓜芋头 需要劳力 那如果这个已经生病 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 还继续 跟大家一起吃食物的话 他会觉得 这样子他的后代会被影响 所以基于爱 他会宁愿让自己 就是少吃一点 或者是让这些东西 给下一代这样 那也为了 就是说保护下一代 他生病的时候 他也会自己觉得说 我要跟家人分开住 我不要把那个不好的灵 像死亡的灵 疾病的灵 传给我其他的孩子 也就是说 现在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很像像COVID-19 如果你自己怀疑 你自己有那个 就是风险 那你一定会 想保护自己的家人 这样的一个观念 所以他会要求孩子 为他准备一个小空间 他住在那里 虽然感觉好像是 好像是独居 但是在达物的传统社会的 建筑的观念里面 他其实只是在旁边 另外居住 并不是独居 所以他们还是可以 照顾到他的三餐 那这个部分 是在传统 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 因为他们的 达物主老人的观念 是觉得说 疾病跟死亡 会传给下一代 所以他为了爱他们 他可以就是舍弃 就是自己的 就是舒适跟自由 然后让那个下一代 可以有更舒适的空间 那另外你刚才讲的 就是说 男生同性子女的照顾 这个部分是因为 我们在达物的传统文化里面 有一个叫男女界线的文化 也就是说 如果孩子看到 异性父母的私处 基本来讲 这是一种不敬跟侮辱 所以在我们很多的 生活里面 我们会避开 跟同性的家长 一起看不好 比如说 比较sexy的节目 或者是说 在同一个环境 我们不能看 穿很露骨的女孩子 比如说穿比基尼的 我们都要避开这些 甚至我们不能握手 也不能拥抱 这些都是在我们 达物的文化里面 是不行的 所以也就是说 为了避开这样子的 一个尴尬 跟好像对父母亲的不敬 所以我们的照顾的模式 是第一是配偶 第二是同性子女 对 所以这个部分 就会尽量避开 这个跟保守 没有任何的观点 而是可能在过去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在早期就有的 那也是一种 大家彼此保护 因为老人家 常常讲一句话 男女的皮肤是不一样 他说皮肤不一样 就是性别不同 那其实是要彼此尊重的 就是他们很重视 男生女生的差别 所以应该就是要保守 就是你自己 身为一个女性男性 你该有的 所以这个部分 在我们传统里面 老人家还是很看重 这个部分 这样子 那我 我可快了解 就是你说 那个在旁边 有一个小屋 可以照顾 其实是比较先行者 这个居家隔离 然后我就住到旁边 一个小屋 那你们也 就是吃饭嘛 就是有点像 比较远的不同房间 你们还是可以来照顾我 然后 还是可以有被照顾的机会 不过讲说这个男性女性分开这个 其实台湾也差不多啦 也是尽量也是第一个就是 夫妻彼此照顾嘛 那就是性别上 也觉得说男生照顾男生比较方便 其实这个也是很普遍的 在台湾也是这样 那只是说 因为像现在的人 因为都 劳力都会往外面走嘛 那就会发现说 像老人家的照顾 如果因为他的相信是这样 所以在 因为你是护理师嘛 你从以前开始照顾 就是老人家 你发现说因为这样子 这个恶灵的 的一个 因为这是一个恶灵的概念 他用这样去沟通的状况下 你还拍了一部纪录片 去第一个 因为你要做居家护理嘛 那你就会 你是不是就会遇到 那个女性照顾男性的问题 对对对 那你怎么说服他们 其实我自己本身的角色 还蛮特别的 因为我毕竟是专业人员 所以其实刚开始 异性的就是长辈 他们可能刚开始会不好意思 会拒绝 但我跟他们解释 是说这是我的工作 然后我同时也在照顾 全导的 就是跟你一样 也是就是不同性别的 然后那这是我的工作 我也会就是在这个部分 就是你们就把它当作 我是上帝派来协助你们的 这样子 那慢慢的其实 因为跟他们都一定会有建立 某种程度的关系 就是那信任关系 所以久而久之之后 大家就就 我在服务的时候 特别是帮他们换尿布 他们就比较不会那么样的忌讳 但是 有些 有些异性的那个 阿公们 还是会有一些的 就是不好意思 这样子 但是几乎都是可以沟通的 可以沟通 那他们比较会拒绝的是 像志工们 比较会拒绝志工 因为毕竟都是同一个村落的 这样子 对 好 因为你是专业的来嘛 对 所以他们接受度比较高 没错 那我问你 就是 那好不容易让他接受说 可以跨越 就是性别 因为他尊重列转严嘛 对 那我们等一下会再来问一下 淑然说 因为从 因为你一直是留在 那个兰语项嘛 那包括说到现在 这个居家护理 你们希望成立一个叫做 希望疗远计划 不过听就知道说 这是一个跟传统 很有连结 非常有连结的一个居家护理的地方 那个淑然 因为你说你以前在卫生所嘛 那你现在这个 居家护理服务等于是 比较像量身定做是不是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照顾 就是我这二十几年 将近快三十年的 这个所看见的 然后 透过我自己打悟人的 就是眼睛去看我们到底 我们真正打悟老人跟生病的人 最想要的照顾是什么 其实这二十几年来 累积的一些经验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现在 那些照顾的可能性 所以我现在是 往这个方向走的 这样子 是透过过去的经验 延伸出来的一个 照顾的一个模式 这样子 好 刚刚淑然有聊到 说其实基本的照顾啊 例如说 拿油啊 一些好像 全面性的 其头是 对老人家的照顾 其实都有啊 那但因为呢 他这个地方 一共一起 南语达物主 所以他还有一些 不同文化上的照顾 先救命一下 我们南语上的 就是说 法定的老人家 有多少人 差不多六七百多人 我们是从五十五岁以上 算这样 因为我们这边 平均余命 比台湾还要低 还要低哦 所以就是那个年龄 有下降 这样子 所以因为余命低 所以老人家的 界定年龄嘛 往前拿 五十五岁 就算老人家 你说这样有六百多个 那你这边照顾 大概多少人 如果以居家护理的话 大概差不多是 包括居 这样大概有差不多三十个左右 三十个 那居家护理是在做什么事情 居家护理 对 主要在做的工作 就是针对那些 就是刚出院 比如说身上有管路 比如说像鼻胃管 气切尿管 或者是有伤口 长达一个月都没有愈合的 这些人 都是在我们的照顾范围内 除了我们都叫这个 叫居家护理 另外还有一个是安宁照顾 安宁照顾的个案对象 就是已经被医师宣判 他得了癌症末期 然后没有办法在医院 再进行治疗 因为该用的药都用了 也就是说只能回家安宁的意思 那这也是我们照顾的对象 刚刚有提到说 虽然说当然我觉得政府一定有给老人家 一定的基本 叫狗 那你刚刚因为说文化的不同 所以你会用 因为你自己是达武人 那去的时候 我觉得除了这种伤口 吃油这种 就是说物理上 身体上的照顾 那还有多做 还可以多做什么事情 生理的照顾 其实用药物 或者是用现在的医疗的一些照顾附近 其实很容易 其实当然只要不是癌症 其实都还是可以有一些进步的 但是我们也发现 这二十几年来 我们发现 其实心理 心理造成的这种 身体的影响也很多 比如说像 我们也有照顾到很多中风的病人 那这些病人 他们有的会诗语 就没有办法讲话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表达 内心深处的想法跟需要 所以我们每次在 做完照顾 就是做完所有的照顾 不管是附近或身体评估 或伤口固理 这些都做完之后 我们其实都会为他们祷告 甚至我们会唱诗歌 而这些祷告的内容跟诗歌 其实都是跟他们的生命 跟他们的生活 都很连结 比如说我们也会为 这些中风的阿公祷告说 就是求神帮助他 虽然他没有办法讲话 但是主你兴起他 心里面那股力量 让他真的是 虽然环境是这样 但是他的力量是 他的心是有力量的 当我们用一些祷告 来去鼓舞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感受到 他会有眼泪 然后甚至鼻头会红红的 那甚至我们在唱歌的时候 就有时候他们的眼泪 是流下来的 所以我们就发现 其实这些 因为他们没有出口 他们在心里面的压力 是没有任何的出口的 当他听到祷告 跟听到这些歌曲 是到处他内心深处的 那种心情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种疗愈 一种释放 那我们很重视这个部分 所以在这个唱歌 祷告的过程 你用的是打舞语 是不是 是没错 所以就对老人家来讲 然后听到 就是母语 非常独舞 用我属于我 专属于我的 一个祷告跟祝福 像这样子 就说你们照顾老人家 然后就尽量用贴近他 一种习惯的 还一种喜欢的 这样子 那他们反应是怎样 当然是非常的激励 就是说因为 其实平常 如果你只是帮他做身体的 一些照顾就回去了 其实他内心深处 是没有被触摸到的 可是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其实会激发他里面 存活的动力 甚至就会鼓励他 要做附件 可能要吃东西 吃营养一点 如果可以的话 他是不是可以自己翻身 或者是自己 做一些等张运动 就是他可以透过 他很有限的能力 来去帮助自己 能够努力的 就是复原 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人是要被鼓励的 如果当一个人完全绝望的时候 他其实连活着的 这种动力都没有 所以像我们在心灵层面 跟心理层面的给予是 让他在内心里面的力量 是可以被兴起的 然后有时候在这个过程 我们也会赋予他另外一个 存在的一个价值 比如说我们也会跟他说 你虽然生病了 但是你不要有任何的遗憾 因为你过去所做的 你都做了 你做了几艘船 你盖了几栋房子 你开垦了多少的田地 这个大家都有看到 而且你的孩子们也都看到 他们现在也会依着你 做的这些 他们都就是以你为人 就是说 我们就用很贴近 他们所做过的 甚至他之前 他在孩子们面前的角色 我们会去加强那个部分 让他觉得自己是被肯定的 即便是生病了 这样子 对 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好重要 因为老人家如果照说 以恶灵说 本来会在后面觉得 自己很怕自己的生病耽误 还是传给孩子 以前是这么的紧张 如果说反而在最后 是去改工 其实你以前做的 对这个家庭 是有重大贡献的 我们是很感谢你的 我觉得这个对 这个要离开的人 是很大的祝福 他又被提起了 他的生命是 旧贵丹的这样子 我有看到一个人的例子 就是说 像有那个年轻人 要回去照顾父亲 那因为他要回去的时候 爸爸已经快走了 那有点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就会来问你们 所以问你们说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所以说不只是年纪 大家会找你们 年纪轻的 不知道怎么面对老人家的 也可以去找你 是啊 因为其实他们在生病期间的时候 因为我说疾病死亡 不是大家的话题 所以不会有人会想去听 那他们可以说的人很有限 所以当他们愿意把新厂 还跟我们谈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他们谈很多很多 然后其实家属都会讲 他说 哇终于有人理解他们 在讲的东西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 我们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 其实我们每一次 接触我们照顾的病人跟家属 其实他们都非常的感恩 甚至就是 我们照顾的那个病人回天家了 然后他们的伤事也办完之后 他们会一家人 都会到我们居家护理所 特别来感谢我们 在那个过程的陪伴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陪伴 我们没有按照说 就像健保说的 你去两次 一个礼拜两次 没有 我们几乎就是如果没去 就是那个牧师去 或者是我们其他的同事去 就是我们 我们是完全投入在 陪伴他们最后这一层的 这个过程 那不管是去为他们祷告 或者是有任何他们需要的东西 我们也都会提供 其实是不计成本的帮助他们 这样子才对 所以就是跟他们的关系 是很紧密的 我们今天谢谢苏兰 接受我们访问 让我们更加了解说 底料台湾 我们说去的时候很开心 可是因为时间不是很长 然后就想讲飞鱼记 就回来了 其实有这么多 就是这么温暖的护理人员 然后愿意去关在那边的老人家 好 我们今天谢谢苏兰 接受访问 谢谢 谢谢 谢谢你